那第一個週末假期 屏東縣墾丁小琉球 旅速幾乎都是客滿的狀態 只是碰巧遇上了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到氣候 東流縣碼頭一大早就掀起了風浪 遊客坐在船艙裡頭 好像坐在海盜船上一樣 直呼好刺激 而另外在墾丁的海岸邊 同樣是掀起了長浪 不少業者紛紛停止水上設施 坐在船艙內近聲尖叫 因為船聲隨著海浪一波波 高高低低有如海盜船真實版 另外登船口同樣很刺激 海浪領還發 漸起一米高水花下的遊客 只能往一旁躲 暑假第一個週末假期 就碰上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看到這風浪這麼大會不會害怕 不會啊 今天這兩天的氣候不佳 會不會擔心待會搭船的話 會比較允許 不會啊 應該很好玩吧 不擔心 只擔心人很多很可怕 似乎是悶快樂 大家心情絲毫不受影響 暈船要 暈車要 早就備好備滿 久違的出遊大人小孩都好興奮 還好 因為浪場大概1.5尺而已 是不會到平潭 人潮湧進小琉球 觀光回溫有感 同樣是度假首選的墾丁 也出現大批遊客 只是海岸邊烏雲密布飄起 陣陣細雨 竟然還有民眾靠近海岸邊拍照打卡 實在超危險 眼看狀況不對業者無難 也暫停進行水上設施 暑假的第一個假日 目前那個颱風來攪局 沒有辦法營業整個浪那麼大 我們自己也不敢營業 暑期第一個週末 儘管遇到颱風外圍環流來攪局 水上活動受限 就算只能散散步拍拍照 民眾還是好開心 但提醒大家天氣不穩定 出門在外別嗨過頭 還是得注意 自身安全 只有舒適尾 平溫報導